你們就是要專人 今天是你們當我沒有給我基本通知書 害我現在公司礦職 我也同意幫他補了 但是他說我管你們現在是問題怎樣 那是你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我前輩其實都還好 是他到後面就是說 我管你們加班多久 去期關懷中心就是一勺展監 展監就算被打 這個展監還是要繼續往前走 所以他就是保育的第一線的堡壘 重點是在於不要慌亂 大家好 我們不想來看大家 各位好 來 偶儀在這裡 你們還好嗎 我的偶儀來了嗎 大家好 辛苦了 辛苦了 我覺得今天整個事業還不錯 就是很多民眾是 他也願意他低時的解割 但是他手上沒有 所以他說那這樣160他OK 他自費 他自費 如果說是比較弱勢 他們就處理掉了 我們就用急難救出 OK 所以那個快篩劑的話 用我們的物流一天160 我們還是受不了 對啊 因為健康的 有症狀我們處理 沒症狀的其實就還好 沒症狀就是休息 解割一定必要的在塞 對對對 有症狀的就是送醫院嗎 對 用症狀不大 OK 謝謝 那這組健康 他也會遂用說 他盡量少去補習班 安靜班這些 他就說因為他是媽媽 他如果去安靜班 沒有辦法把小孩子 放安靜班的話 他會有困難 然後就一直很生氣 一直在跟他睡睡女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他就是一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 為什麼會這樣下 就是希望不要跨校去感染嗎 那既然你已經很確定 你是快三一 安全的 然後你也是安全的 那OK啊 你就去啊 他說這樣嗎 我說對啊 疫情期間 大家互相的去注意這件事 明天的會議就是 新北市全都說 不要再疫調了 紙框同住家人就好 但是公務手機 我覺得用LINE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而且他用LINE 他就不會怕 對 他會覺得有人在stand by他 而且這個公務手機 可以換給另外一個人 對 不可以 對 就這麼決定 弄個十支 十五支 你們就是要專人 今天是你們當務 我沒有給我基本通知書 害我現在公司礦職 我也同意幫他補了 但是他說我管你們 現在是問題怎樣 那是你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但是不交理的人 我議員到二十一年 這種電話我大概接過 大蕾彎 溫通 哈哈哈哈哈哈 他已經從 我們剛才從新陳 건조 的 第二天開始到現在了 到現在了 那一陣子我知道 這個就是他 就是他 他每天都打 我前面其實都還好 是他到後面 就是說我管你們加班多久 我管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